現在我就跟各位介紹一下如何搭車 然後再步行到國華街 那對於國外的朋友或者是外星市的朋友 如果說你沒有車的話 可能在地理位置上比較不清楚 那沒關係 反正你就是在台南坐 觀光巴士88號 的 神龍街水仙宮這一站下車 沒錯就是神龍街 那神龍街就在對面 神龍街也是一個台南最很著名的一個觀光景點 如果你是從台南火車上坐過來的話 應該是對面那邊下車 那這邊是回去的 那如果從 可以看到就是現在我們就是 假設我們就是從這邊下車好了 不管在對面還是這邊 下車都是一樣 就是往 民族路 的那個方向走 走大概就是前面那個路口 大概叫做三分鐘 其實也不用到三分鐘 兩分鐘就可以走到了 那到了那個 民族路的路口的時候 你就是往右轉 你就是往右轉一直走 一直走 大概 不會很遠 大概只花你差不多 就是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到 國華街 的 街頭了 就是那個頭的部分 對所以 如果說你要做 公車的話 就是 這麼簡單 那如果說你連 如果說你 不太知道 泰南市觀光巴士是什麼東西的話 我還有一部影片是 關於介紹泰南市 交通的一個導覽 那你可以從那邊 看一下我們 整個的 泰南市觀光的一個 巴士的一個 位置啊 行進度 那你也會有更 相信的一個 想法 那國華街就在前面 對就是 觀光巴士下來之後 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這個 路口 右轉 前面就是 國華街了 那知道怎麼做了吧 在哪兒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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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